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9月28号摔死了薄熙来 我昨天在另外一个节目当中提到 实际真正摔死他的是两个人 一个是温家宝 3月14号 那是温家宝用他40多年为中共服务的整个的底牌 直接挑战薄熙来 我们当时跟大家评论说 温家宝这一番讲话不是在政治局常委当中讨论过的 是他自己个人的行为 后来证实应该就是那么回事 摔死薄熙来 这一次是习近平的杰作 一定是 9月份的习近平的不出现 就像对等的说习近平频频出现的概念一样 一切的操守一定是习近平 所以应该是温家宝与习近平联手 在他们相应的概念当中摔死薄熙来 这是我们看到 摔死薄熙来就等于亮了牌 实际我们讲说薄熙来最后那个罪 与其他涉嫌的一些罪行相关 这个罪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尾巴 28号公布出来 带了这么一个罪 紧接着是黄金周 十一 大家全休息 网上开进 谷开来王立军薄熙来开进 所有朋友上网上干 干到了今天 网上讨论什么 活摘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场面 应该说呢 在前两天 就是一号二号接连出现活摘之后 今天在海外鞠躬尽瘁 进攻尽力的一个爆料网站 出了连续出了两条消息 咱看他怎么说 追杀亲子 上台要杀五十万 涉嫌活摘器官 这是今天重要新闻当中拿出来 首先他讲说 薄熙来曾经对王立军等核心成员夸口说 上台后杀掉五十万报复的资本家 企业家 用这五十万人的鲜血 来换取全国人民的凝聚力 那我相信这个说法呢 有他的一个背书的资料 在这个重庆 他干掉六百多名企业家 或者说什么 什么反正有钱的人 聚集的财富呢 一千七百多个亿 而他利用的心理呢 是杀夫济贫的心理 利用的心理呢 是共产党的 给老百姓洗脑之后 恨人有小人无的心理 因为在中国的社会当中 哪个有钱的人是好来的 包括他薄熙来 你都没好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老百姓心理不会那么想 老百姓唯一的想法 该 遭报 老百姓会很简单这么说 但说这话呢 是很大程度上 可能出自于妒忌的心理 而这个心理 却是共产党宣传的无神论 给我们普通中国人洗脑造成的结果 所以就变成了真正的是把中国人拉入黑暗 而普通的老百姓呢 再一次被薄熙来当成羊肉票给刷了 文章接着讲 薄熙来拉拢左中右势力 为他舆论上进行支持 对中央高层进行污蔑攻击 为了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 他紧接着下一个提到 就是活摘的问题 他说突破人类底线 薄熙来 鼓开来 涉嫌活摘器官 这是我们看到的爆料网站首次承认 他讲说 消息人士还透露 由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所揭发的活摘 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器官的 这件恶行一定程度上是真的 活摘器官是在政法委的庇护之下 鼓开来直接卷入运作 建立了全球器官销售网络 薄熙来事发之后 大家注意这段话 薄熙来事发之后 江泽民曾发言说 薄熙来反人类 突破了人类底线 应该是针对薄熙来 鼓开来这些罪行而言的 遗憾的是 这个罪行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国际认真关注 分析人士认为 这与一些宗教背景强的媒体的预定立场 和编造部分新闻不无关系 这些媒体事发之后 仍然将江泽民 薄熙来周永康视为一体的 前面盖了一个大帽 薄熙来要杀五十万 杀富济贫 紧接着他承认了活摘的事情的存在 但一牛脸把整个活摘的事情 转在了鼓开来和薄熙来身上 大家注意关键这里讲说 鼓开来直接卷入运作 建立全球器官销售网络 我相信鼓开来直接卷入和直接运作 但我不相信他建立起 全球的器官销售网络 他没那个能力 薄熙来鼓开来操作这样的事情 是完成整个江泽民的旨意 一切的一切都是围绕着江泽民 在99年对法轮功的迫害 建立在那个基础上 他在2002年 在16大时把政治局常委扩大到9个人 加入了当时的罗干的政法委书记成为常委 就是要维持这样的迫害 罗干的出现进入常委和主管宣传工作的常委的加入 才在2002年之后 在中国大陆出现大规模的活摘器官 人人鬼都知道 那个时候的江泽民垂炼听着 江泽民从2002年到2004年 一直身居军委主席的位置 恶心死了胡锦涛 那个时候 薄熙来在拼命的为他效力服务呢 所以古开来和薄熙来 王立军直接参与活摘 只是江泽民整体迫害法轮功当中的一部分 在这里面 江泽民的派别 今天拿死人说话了 我说江泽民就是死人了 拿死人说话 是曾庆红求德自保没招了 要彻底的把薄熙来卖死 把所有的罪责扔在薄熙来身上 求德自保 其实包括罗干 包括这个李长春 这些人 文章还提到说 活摘的罪行估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府会展开调查 届时 除了薄熙来 古开来的罪行将添出新证之外 国内估计还有其他官员干警被立案 国际上应该有医生以及某些人被审判 我自己觉得没这么简单 他这个说法只不过是承认事情的存在 他这个说法只不过是承认 今天在西方社会的这种作为 和在中国国内 中共高层的某些已经意识到必须处理这个问题了 那他只卧想求德自己脱身 卖掉薄熙来 那同一时间另外一篇文章的是那么说的 薄熙来 五一工程进攻中共高层立体战网络曝光 他讲说 薄熙来有组织全面拉拢各种力量对他的支持 这些力量涵盖了左中右 并且和美国日本英国的政府建立私人渠道沟通 薄熙来对司马南等人在职位上有所承诺 所以今天更有知情人获悉 薄熙来对中共高层江泽民 胡锦涛习近平进行立体战的更多详情 这是故意放料 他没招了 我们什么时候这么半年多来 大家谁听过说薄熙来要针对江泽民有所作为 要栽赃他 从来没听说过吧 这里说的非常有意思 这里提到了司马南 司马南在微博上说他已经跑到美国了 有这么说 因为他照了一张机舱的照片 我在昨天节目当中我跟大家提到了 司马南 方舟子 这是当年江泽民在迫害法轮功时 在文人 新闻界 污蔑法轮功走在最前列的两个人 特别是司马南 那今天拴在一起 说他是薄熙来的人 说他是谁的人 然后说没跟江泽民在一起 你怎么玩 所以大家要注意到 今天中共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法轮功问题 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 今天已经转不出去了 方舟子 司马南 当年对法轮功的这种侮辱的迫害 可能就是造成今天 很多朋友对法轮功不认可的一个直接原因 尽管你现在骂着司马南 但同时你可能依然对法轮功不接受 而你这不接受的原因 却是司马南给你造成的 所以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做 所以我一直有个说法 很多普通老百姓形成的观念之后 被人家当成羊肉片 北京涮羊肉 涮来涮去 蘸汁吃了 自己还讲了 我很对 所以透过他们爆料的文章 逃跑的文章 他们自己自我表白的文章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真实的那一部分 他文章介绍说薄熙来为了加强立体战 建立了一个五个一工程 一批意见领袖 一个主要电视台 一批网站 一批报纸 和一批网民评论员 这是他说的五个一 文章还提到说 整个薄熙来操控的做法 包括网上很多对温家宝的侮辱的文章 都是出自于薄熙来之手 跟江泽民没关系 他说 出自薄熙来之手 但是是在当时的政法委系统和宣传系统的直接领导下 形成的今天的概念 核心成员准备在2012年的过年之后 向江泽民 胡锦涛 温家宝 习近平 发动全面进攻 主要矛头针对习近平 等等等等 我还是说那句话 江泽民完蛋了 江泽民呢 有人打着江泽民的名义 为了今天活着的人 想在这一波摔死薄熙来之后 将直接触及到他们的这个过程当中 求得生死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呼吸阳 山谷